茄子炖鱼,有鱼味,但是里面没有鱼 今天在尔湾忙得很晚,本来想去吃个米粉 结果要排两个小时,所以就来到了旁边的这一家全素的店 这个是一碗没有牛肉的红烧牛肉面 但是吃起来还是很像的 这一盘叫公保肉片 同样它都是全素的,而且我也问过老板 老板说他是买回来这个材料,自己调味,自己加工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口感和味道 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这个就是开头讲的茄子烧鱼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这个感觉就是跟鱼肉的味道是一样的 有点像熏鱼的味道 我一直在想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家店竟然是不用味精的 但是这个汤和鱼又有这种鲜味 有没有专业的人士可以解释一下 美中不足的就是它这个米饭的分量特别少 你看视频这个是很大的 其实它就一点点 咱们最后来看看多少 一共是加小费是59.61 也就60 大家觉得贵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